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寻找成就感 男主一有时间就在论坛上把自己编写的有关军队的鬼故事 没想到的是一经推出大受欢迎 点击量直线飙升 我们先来看男主写的第一个鬼故事 女人 故事开始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小帅一个人在军营的门口站岗放哨 忽然他看到了一个白衣女人满脸是血的冲到了门口 大喊着救命 说是有人在追杀自己 小帅赶紧用对讲机向上司汇报 上司命令打开门放他进来 接着小帅就带着女人来到了值班室 但女人却一言不发 只是背对着小帅瑟瑟发抖 这时对讲机里又传来了上司的声音 问小帅干嘛去了 为什么不站岗 小帅不解的说自己刚刚汇报过 上司却说刚才根本就没有和小帅说过话 小帅也是懵逼了 转头看向了女人 女人也惊恐的看向了小帅 突然一个红衣女鬼从小帅的身后扑了过来 随着一声惨叫 第一个故事就到此结束了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鬼故事 木屋 故事发生在1967年 新加坡一支军队正在进行野战训练 有三个士兵 黑风 熊大和熊二被安排到树林里挖战壕 结果挖着挖着就挖到了一具尸体 三个人都被吓坏了 因为这具尸体非常的诡异 他穿着二战时期的日本军服 脸上缠着绷带 可二战都已经结束了20年 尸体却一点都没有腐烂 接着老兵黑风让新兵熊大和熊二把尸体掩埋不要伸张 转过天 黑风因为背后说长官的坏话被长官抓到 而熊大和熊二因为帮忙求情 结果被长官一起惩罚到森林里做鼓励 并且还要送到军阀处进一步处理 三人对此是十分的担心 于是连夜就逃离了军营 结果慌不得路的在森林里迷了路 他们摸索了很久 是又渴又饿 终于是发现了一栋亮着灯的小木屋 在走进去后 发现有个女人躲在衣柜里偷瞄他们 三人正要上前打招呼 女人突然冲了出来 掐住了熊二的脖子 熊大一看 遮压就是一个女鬼 赶紧就将护身符拿出来摁在了女人的头上 女人也是愣住了 问了一句 你们到底是人还是鬼 原来森林里最近出现了一个日本人变成的恶鬼 见人就杀 女人的老公和孩子都被杀了 就在这时 屋外又传来了军靴的声音 大家慌忙就找地方躲避 女人躲进了里屋 熊大和熊二躲进了衣柜里 黑风则钻进了床底下 熊大和熊二通过门缝看到日本恶鬼正在向他们逼近 接着一把刺刀就刺进了衣柜中 就这样连刺了好多下后 柜门打开了 兄弟俩吓得抱头大叫 结果开门的是黑风 黑风说日本鬼已经走了 咱们赶紧离开 兄弟俩赶紧就跑出了木屋 可一眨眼就不见了黑风的踪影 两人是一路摸索 结果在一棵大树下发现了黑风 他的肠子都被人掏了出来 人早就已经没有了呼吸 这时军靴的声音再次传来 最终没有一个人活着离开森林 第二个故事也就结束了 男主对这个故事很是满意 而且大家的评价也很高 不过有一个女生却留言说 这个故事还不够吓人 他那里有好故事可以当面讲给男主听 男主好奇的点开了对方的相册 发现是个漂亮的学生妹 有美女和自己搭讪 男主自然是开心的不要不要的 虽然接下来学生妹只是晚上和男主聊两句 说的也都是平平淡淡的话 但男主已然将对方当成了自己的准女友 甚至还将自己的照片和学生妹的照片 辟成了情侣照 并在战友们的面前炫耀 这天学生妹又在网上留言 说想听男主讲故事 于是男主就讲了第三个鬼故事 蛇 故事开始 一支军队在森林中训练 领头的陈长官 这天抓到了一条大蟒蛇 然后当着属下的面 将蛇扒皮挖心 烤熟后给大家分着吃了 可他们没注意的是 另一条蛇 正在暗处死死的盯着他们 到了午夜时分 所有的人都进入了梦乡 那条蛇 钻进了陈长官所在的野战帐篷 对着他的嘴巴就咬了下去 接着画面一转 军队马上就要返回营地 陈长官小心翼翼的背着自己的胯包 不让任何人触碰他 接着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他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胯包 里面竟然钻出了一个性感的美女 陈长官迫不及待地想要不可描述 却不料美女竟然化为一条毒蛇 当场就将陈长官给咬死了 接着这条毒蛇 又钻到了军阀处主任胖姐的房间 将胖姐也给咬了 被毒蛇附体的胖姐 扭动着水桶般的水蛇腰 开始了军营烈焰之旅 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 十几个士兵就死在了他的石榴裙下 呃这里涛哥要解释一下 也不是这些年轻人的口味有多重 只是因为毒蛇释放出了一种置换剂 所以小伙子们都把胖姐看成了那个性感美女 随后李副官发现士兵接连失踪 马上派小帅去寻找 结果在储藏时发现了那些士兵的尸体 以及正在烈焰的胖姐 小帅赶紧就将此事报告给了李副官 李副官连夜找来了道长秃头哥 前来降妖除怪 而秃头哥只一眼就看出了胖姐是被蛇妖附体 但奈何对方实力强劲 硬来怕是不行 于是他们决定由小帅执行色诱计划 把附身在胖姐身上的蛇妖给勾出来 果然胖姐一见到半果的小帅 就垂颜三尺 立马显露出了自己的本性 而这正是秃头哥需要的 因为人只有在本性暴露时 妖魔才无法控制你的思想 接着李副官大喊了声胖姐的名字 胖姐一下子就清醒了过来 飞快的逃离了这里 蛇妖是恼羞沉怒 张大嘴巴朝着小帅扑了过来 小帅随手将一颗装有雄黄的手雷 摆进了蛇妖的嘴里 随着一声巨响 蛇妖化成了灰烬 这个故事也就结束了 同样这个故事一经推出 也是大受欢迎 哎 这都大受欢迎 如果涛哥去写鬼故事 那不得火出天际吗 好了 书归正传 这天的夜里天空下着小雨 学生妹主动邀请男主见面 而见面的地点 卷在了操场旁边的蓄水池旁 男主是欣喜若狂 如约而至 却不见学生妹的身影 于是再次发信息确认 学生妹却说自己早就到了 并且已经看到了男主 男主是自处张望 确定周围并没有人 忽然一只鬼手从蓄水池里伸了出来 一把就将男主拖了进去 男主在挣扎中 看到了一张腐烂的女人的脸 一声尖叫后惊醒了过来 原来只是一个噩梦 可男主低头一看 脚踝上却留有一个清晰的手印 不信邪的男主 再次信息联系学生妹 学生妹问男主 确定要和自己永不分离吗 男主马上说 那是当然确定 自己会一辈子都不离开他 呃 两人连面都没见 就这么毅然决然 想想也是罪了 当然女专注们肯定会说 推渣男 接着学生妹就把自己家的地址 告诉了男主 让男主现在就来 男主很快就驾车 来到了学生妹的家门口 发现门上贴了一张符 男主以为是普通的平安符 也就没有在意 在敲门后 学生妹打开了门 男主发现 本人比照片还要漂亮 开心的就要和人家来个拥抱 结果学生妹大喊 你是谁 你要干什么 男主疑惑的说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说着就让学生妹 看他们手机上的聊天记录 学生妹看了后 是大惊失色 大喊着 你是小美的朋友吧 求你们不要来找我了 她的子和我没关系 说着就迅速关上了门 回到车上的男主是一脸的懵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男主还是敏锐的发现了其中的关联 马上就上网搜索关于小美的新闻 原来小美和学生妹是一个班里的同学 在一年前 相貌平平的小美 喜欢上了同班的一个帅哥 结果就遭到了很多人的耻笑 甚至是欺凌和殴打 而这其中就包括学生妹 这让本来就患有抑郁症的小美 产生了厌世的情绪 于是在一个雨夜 小美来到了操场边的蓄水池 发了最后一条信息 如果我死了 一切会怎样 结果下面的留言 都是说些风凉话的 其中处学生妹的留言 最过恶毒 学生妹说 如果小美死了 这个世界将会更加的美好 最终小美受不了这些刺激 跳水自杀 男主看了这些新闻后 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难道一直联系自己的 是小美的鬼魂 这时男主的手机再次响起 上面写着 你猜对了 我就是小美 现在我让你帮我一个忙 男主吓得把手机扔到了一边 这时男主无意中从后视镜里 看到有个女鬼 就在车的后面站着 她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揉了揉眼睛再看 那个女鬼 又离自己的车近了一步 男主赶紧发动车 准备走人 这时手机再次响起 小美问男主 到底愿不愿意帮自己 男主侧过头一看 恐怖的小美 就坐在副驾驶上 男主已经是吓得动弹不得 小美接着说 只要男主把学生妹家门口的符咒撕掉 自己就可以满足男主的愿望 画面一转 学生妹正在家中上网 忽然听到有人敲门 开门后却并没有人 她再次回到了电脑前 结果就看到恐怖的小美 从电脑的后面爬了出来 学生妹害怕的躲到了一旁 在看面前 坐着的居然是男主 但男主的脸却飘忽不定 一会儿又变成了小美的样子 只见男主慢慢的走向了学生妹 掐住了她的脖子 画面一转 军营里正在集训 这时士兵们忽然看到 平时缅甸内向的男主 居然跨着一个性感美女 向他们走来 不禁的羡慕嫉妒恨了起来 这时画面给到了美女这里 居然是学生妹 只是她的笑容是那么的虚假 在她的脖子上 还留着清晰的手指印 故事到此结束 本篇中规中矩 除了最后一个 还有日本恶鬼那个稍微恐怖 其他的都一般般 不过蛇妖那部分倒是蛮搞笑的 也算是一个亮点吧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请听alar iral言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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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